ChatGPT风头差不多已经过了 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 使用跟体验成本还是很高的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浏览器的新标签也插件 内置了使用简单 集成了多个接口 免费 不限次数使用的ChatGPT 关键是可以联网 数据也是更新的 Age、Chrome、Cypherry都支持应用市场在线直接安装 如果你使用的是Chrome 但是不能打开应用商店 也提供了离线版给安装教程 当然 如果你不想安装插件 还提供了网页版 点击就可以直接使用 功能也是不差的 下面主要说一下ChatGPT的使用 点击ChatGPT图标 找到输入框就可以输入你的问题了 回答速度还是很快的 左侧的列表可以切换不同的接口 有的接口提供了教程跟示例 而且是开启联网功能的 可以提问一些有时效性的问题 比如这个 当然也具有根据描述且代码的能力 HTML跟CSS代码分开 并且还有简单的注释跟说明 聊天内容也支持导出 而且即便是关闭了页面 聊天记录也会保存 可以说是目前最方便的ChatGPT使用方式了 插件还支持分类的网址收藏 默认的还有纪念日 微博热搜 天气 日历 各种小游戏 点击主页的加号 选择 添加小组件 还可以添加代办事项 生日 笔记 节日 倒计时 换算器 每日一言 新闻热点 习惯养特等小组件 每个小组件都有 小 中 大 三种显示模式 方便排版布局 笔记还支持 Markdown格式 换算器支持十多种类型的计算 插件还支持数据的导入导出 方便在不同电脑使用 作为浏览器的一个新标签页 功能还是非常齐全的 代线的壁纸任意切换 颜值也不差 感觉视频对你有帮助 就点赞 关注评论 支持一下吧